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脾气的人没什么错 因为节约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大家工作辛苦 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精打细算一点能有什么错呢 但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就像节俭没有错 但在有些事情上 你要是还在一味计算得失 那最后你可能省下了一点钱 可失去的可能是花再多钱都回不来的事物 就如同很多儿媳妇不能放下月子筹一样 你能忘记你临产在即 整个人因为公缩 痛到不能自已的时候 你的老公还惦记着不能浪费吗 反正我是不能的 也正因为如此 在生下孩子一年后 我坚持要和我老公离婚 为啥没有当时就离婚呢 更多是为了孩子 也想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 但可惜 一年过去了 他虽然是来娘家接我回家了 但依然不觉得自己哪里有错 我也不觉得自己错 既然双方都认定是对方的问题 那这段婚姻只能是散了 一年了 你就算心里没这个老婆 也应该想想孩子吧 现在才来接老婆孩子回家 会不会太晚了点 不过 当时我女儿生孩子的时候 你能为了不浪费钱 非要跑回家里拿代产包 而不顾我女儿的痛苦 我就不能奢望你能知道问题所在 老公来接我的时候 我妈妈开的门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一年了 这个火气总算是发泄出来了 我没有出门见她 连孩子也没让她见 她在门口一个劲喊我名字 最后哭着走了 因为我说 过几天就联系她离婚 老公很委屈 她觉得自己没有错 自己一年没来接老婆孩子 不就是担心老婆还在气头上吗 虽然觉得老婆生气 有点无理取闹 再说了 这是在自己娘家 又不会吃亏 没啥好担心的 所以才没有来 不是心里没老婆和孩子 至于老婆生孩子 当天自己的行为 那不就是为了省点钱吗 孩子出生后 开销就会大 能省一点 就省一点 自己也是为了家里着想 怎么就成了不可饶恕的行为 还要离婚了呢 我和我老公是相亲认识 我对他其实颇有好感 后来也见了几面 但我妈妈见了他一次之后 在询问了我们几次见面过程中的事情 他表示不同意 让我趁着感情还不够深厚 赶紧分手 说是不适合 说我老公太小气了 但我不置可否 我觉得我老公不是小气 他只是从小家境不好 习惯了 现在虽然凭着自己努力 工作收入不错 但花钱还是精打细算 我觉得这是能好好过日子的表现 结婚本质上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 那么节俭有什么问题呢 我各种反驳 坚持要嫁 我爸妈无奈同意了 婚后的生活一开始和我自己想象中差不多 但日子一久 我有点吃不消了 说心里话 我花钱不算大手大脚 但我老公确实太省了 其实我俩工资都不算低 我们可以不奢侈浪费 但稍微过好一点的生活 难道不应该吗 但我老公真的秉持 生活过日子就是要吃苦 而不是享受 恋爱时候没有整天都在一起 所以感觉不大 但结婚后任何一样事情 都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开始接受不了 他过于节俭 他开始觉得我浪费 如果说这些我都能忍受的话 让我动了离婚的念头 是我孕期和我生产当日他的言行 婚后半年我怀孕了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我身体不好 需要在家养胎 没办法 我只能辞职 毕竟这个时候 肚子里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我老公知道这个事情后 不高兴了 因为家里少了一个人的收入 不过这个时候 他倒还行 虽然不高兴 也没有逼着我必须去工作 更没有觉得 我没收入了 就不应该花钱 他的问题是 比之前更节俭了 以前我自己有收入 知道他会心疼 一般想吃点啥 买点啥 都尽量花自己的钱 避开他 而现在我没工作了 以前的积蓄 也都用在买房子 贷款首付上了 这半年 又没有余下来多少钱 所以我花钱 基本上要伸手问他要 我老公不是不给我 但需要我说清楚 想买啥 一旦这个东西 他觉得太贵了 或者没有必要 他就不会同意 完全不会考虑 孕妻的孕妇 有时候口味 就真的特别敲剔 而且还会莫名其妙 想吃一种东西 于是我和我老公 经常会因为 我想吃的水果太贵 而炒起来 而他最后 总是会买 他自以为 能当成替代品的水果给我 比如 我想吃榴莲 他和我炒了一架后 倒是出去买了 但最后 买回来几个苹果 和我说 都是水果 一样的 还非让我吃 可问题是 我当时真的一点都不想吃苹果呀 我知道榴莲贵 可我不是天天吃 我真的气笑了 他还无比委屈 觉得我矫情 仗着怀孕 就一点都不节约 净敲贵的东西吃 结婚一些事情 加上孕期的事情 我已经是一肚子火气了 生产当天 他的行为 直接成了压垮我们婚姻的稻草 当天 还没有到我的预产期 我是摔了一跤 所以动了胎气 他刚好在家 发现后 第一时间 送我去了医院 因为当时比较慌张 东西又零碎 还没有装进一个包里 所以 到了医院 我们发现 少了一个代产包 赶回去拿 肯定来不及了 因为我快要符合 进产房的标准了 医生说 医院楼下也有的卖 你赶紧下去 很快就能买到 结果一个小时以后 他才回到医院 这个时候 我孩子都快要生出来了 中途还不接我的电话 我当时还担心 他是不是太慌了 走楼梯 摔倒之类了 结果倒好 他为了省钱 回家去拿了 要不是我爸妈 及时赶到 直接楼下买好 带了上来 然后送我进了产房 我都不知道 会是什么结果 可他委委屈屈的说 这不也没出啥事情吗 我是觉得 家里之前准备好了 也是花钱买来的 现在又买一个 那不是浪费吗 我气笑了 问他 我都要生了 你就不担心 你回家这一个小时 我出点啥事吗 可他一个字的和我分析利弊 意思就是 省钱要紧 有了孩子 开销大 更要节俭 不能浪费 我冷笑了一下 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 第三天出院 就直接回了娘家 我本来以为 他好歹会过来接我 道个歉之类的 我虽然想离婚 但毕竟有了孩子 只要他能知道 自己这么做不妥 我应该还是会给他机会的 结果可好 左林又是问他 老婆为啥在娘家坐月子 他居然说 这样能省点钱 不用请约嫂了 这话传到我和我家人耳朵里 真的天堵了 至于为啥孩子满月也不来 我估计就是想让我多用点娘家的钱 他能少花点钱 写实无语了 这次要不是婆婆催他了 估计他都有可能等我爸妈把孩子养大 然后再来找我们 其实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也不觉得过日子节约是错的 而是万事都有轻重缓急 换句话说 有些事情上 你就不能节约 就应该大方 在妻子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 还想着省钱 那这样的人 你别的方面再好 也让人心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